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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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黑暗当我脸 管它苦海无边 如果生命起点 是一条封颜展现 心有蔚蓝的天 工具就不会沉淀 让奇迹慢慢出现在明天 人生 谁不是好少年 谁会没有渴望 要把愿望实现 可是 人世间每一个春天 总是要经过冬天的考验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翱翔 每一天我和你走在东凉 路总有路障 只有心灵上月光 总有一天看到奇迹的光芒 理想不用辉煌 坚持不写再漂亮 情爱再多 依然走过都痴安阳 在黑暗里照月光 在黑暗里照月光 不期待不绝望 不放心就会等到奇迹崩溃 在风云变幻变幻的时代里翱翔 每一天我和你走在东凉 路总有路障 只有心灵上月光 总有一天看到奇迹的亮光 唐然妮 行了 一翔 你一点证据都没有 你凭什么认为 是易妃下的毒呢 你都说不出来吧 行 我来告诉你 因为你不甘心 你爸爸把你当个废物一样 一分钱都不留给你 你内心深处一直都渴望 是你哥杀父改遗嘱 而这种渴望越来越强烈 所以任何的流言蜚语 闲言碎语 你都会当成是真的 二十二年前是这样 现在还是这样 不行 不行 这第一个理由说服不了我 请再说第二个吧 我真的不知道 你是用什么办法 收买了那个日本鬼子村上 但是你难道那么肯定 他会站在你这边 帮你打赢那场官司吗 你太天真了 那个村上 在他们大左眼里就是条狗 而你 在村上眼里 连狗都捕 现在他们日本人 正准备上演一场大戏 他们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租界是个国际都市 是讲人民 讲法治的 所以至于这场官司 谁输谁赢 被枪毙的是谁 关他们屁事 他们根本就不在乎 所以奉劝你 醒醒吧 程一翔 对不起 你这第二个理由 还是过不了关 你还有第三个吧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先告辞了 等会儿 易翔 我真的觉得你这场赌注 外面太大了 可是 在下注之前 你有没有想清楚啊 这场官司我们输了不在乎 易飞 反正迟早是要死的 早晚的事 我呢更无所谓 银行不是我的 再怎么告也告不到 我的头上来 可是你呢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输了 结果会怎么样 程家上下会把你当仇人 为了讨好村上 害死星星这事 也会被抖出来 到头来 结果就是六个字 死无葬身之地 够了 你到底说够了没有 你 你说够了没有 对不起 你这第三个理由 还是一样 说 说服不了我 请你闭嘴 你才应该闭嘴 坦白说 为了这身骨头 你这辈子也足够了 可是你有没有 为你儿子想过呀 他在多大 全租界的人都知道 他爸爸是个 十恶不赦的大恶人 他以后怎么抬起头 做人呢 还有苏姨 没名没分 你跟了你二十年了 你就真的 不为他们想想吗 行 谢谢你 谢谢你关心 这些 这些我都已经 考虑我了 立夏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就一条生路 和一条死路 生路就是拿着 这八百万元总高飞 好好享受你的 下班辈子 死路就是咱们法庭上见 好了 你好好想清楚吧 如果选择生路 给我电话 少尉 有事吗 没什么事 我就想过来看看那个 法医那边结果出来了没有 还没有 本来说是四点钟 有结果 现在已经过了半个小时 这样吧 你先回去吧 等到有消息 我派人通知你 是 是 来 你怎么还没走 还有事吗 没什么事 我就想再等等 真想 你不会告诉我 骨头变黑 还有别的原因吧 不会 绝对不会 骨头变黑绝对是被披霜堵死 我敢肯定 可以 结果出来了 第八本的确是被披霜堵死的 这 这没什么好笑的 少尉 谢谢少尉 谢谢少尉 洪京那边已经有了最高指示 让大佐尽快开庭审理此案 一切以争取为主 对对对 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程先生 你的话我是相信 如果开庭法官判程亿妃无罪的话 害我白忙一场 什么都没有得到 还要被打做骂的话 后果 你的明白 不会 不会 一定是程亿妃干的 一定是 很好 你们两个出去抽烟吧 谢谢少尉 好 程大哥 程太太 法医报告出来了 你父亲的骨头变成黑色 真的是中了屁霜的毒 你一条中的事儿 反正日本鬼子就是要我死吧 我看未必 日本人想通过这件事情 宣传他们皇军 没必要造假呀 一妃 你爸以前 有没有和什么人结过仇啊 那行 程大哥 你先想着吧 对了 日本人已经同意了我的申请 你可以暂时回医院 但是必须二十四小时以内 有人看着 谢谢你啊 铁大哥 一定是程亿妃 除了她还会有谁 兰姨 兰姨 爸还好吧 她的身体没什么大问题 日本鬼子也同意了回医院治疗 那爸有没有吩咐过什么 他说没事儿 上法庭就上法庭 不用怕 阿兰 一翔究竟在哪儿 你告诉我 我亲自去找他 喂 二叔 你等一下 妈 二叔让你接电话 喂 一翔 怎么说 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有话好好说 喂 一翔 喂 那个畜生说什么 他说不上法庭也行 要把银行那七成股份给他 七 不用管他 我已经告诉他了 最多只能给他八百万 就照一翔说的 给他七成 按我吩咐地去做 马上就要开庭了 没有时间了 妈不行不能这么做啊 我不答应 一菲也绝对不会答应的 谁不同意我都不管 我不能让我丈夫的遗骨 放在法庭上 让人开笑话 您怎么那么糊涂啊 这事不能妥协的 您不是说了一切由我做主吗 这件事我做主 我这个当妻子的 不能看着我丈夫的骨头 放在法庭上 让人家开笑话 我怎么对得起 我丈夫的在天之灵 我这个当妈妈的 也不能看着我儿子 都病成这个样子 再让法庭受折磨 妈 我同意 奶奶 你再怎么说 也跟问问爸的意见啊 而且 爸原来也说过 蓝衣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做呀 不要再说了 如果你们不答应我 我从今天就开始 绝食 奶奶 妈 你们一天不答应我 我就一天不吃饭 这到饿死为止 各位同事 我们程家出的事 你们大家都知道了 所以 从现在开始 我们银行要停止贷款 必须保证库存 有足够的流动资金 蓝妈妈 奶奶还是不肯吃东西 怎么劝都不听 都快一天一夜没吃饭了 行 我知道了 请问大家还有什么 重要的事要说吗 没有了 如果没有的话 就散会吧 是我错怪妈了 怎么了 刚才二嫂打电话来说 妈为了我绝食了 她还说 如果唐岚不答应条件的话 她就继续不吃饭 到现在已经三十个小时了 什么东西都没吃 这三十多个小时 老人的身体能受得了吗 等有朝一日 我拿到七成股份 我一定要好好地孝顺妈妈 虽然妈以前经常骂我 还老是把我赶出家门 我以为她心里面只有我大哥 相当地偏袒我大哥 但是没有想到到了生死关头 她还是选择站在正义的这一面 她的心里还是疼我的 我真没有想到 她竟然为了我牺牲这么多 赢了 赢了 爸 我们这次肯定赢了 早知道别说七成 咱们开的个九成吧 七成也好 九成也好 只要能拿回来就好 你以后可一定要对妈好一点啊 还有你 别有手好闲的 以后好好选着做生意 是是是 妈 妈 三十多个小时没吃饭了 你 你要干什么 想做神仙啊 我们家已经够乱了 您就别听乱了行不行 我说过了 要我吃饭可以 一个条件 跟一箱七成固分 庭外和解 您是饿晕了 还是饿糊涂了 妈 给她七成固分 我一分钱我也不给她 妈 那陈霞做些什么事 您这个当妈的会不知道 还那么帮她 手心手背都是肉 您那么偏心宠的 我这个儿子当的我还有什么意思没有 好了 你先要吃就吃 不吃就算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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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有什么事咱慢慢说 身体要紧别着急啊 妈 喝点粥吧 等你身体好了以后 对啊 我再慢慢给你解释 奶奶 奶奶 一个条件 跟一箱七成固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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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奶 奶奶奶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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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两天没吃饭了 ave 奶奶 老板 客人 奶奶 来 帮我把铁带回家来吧 叫他干吗 求他让我回家 我想给我爸磕头 求他吃饭 一直到他肯吃饭为止 放心吧 把这事交给我 我已经叫大夫过去看着他了 我跟月亮会尽量说服他 让他吃饭的 当然 保住这个家 谈谈 陈奕翔 你想干吗 我还要问你想干吗呢 你跟陈奕飞真是天生一对 他夺死我爸 接下来你想害死我妈 你是不是疯了 你给我站住 我问你 那七神谷分也不是你 你凭什么到现在还不答应 我警告你 我妈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就会落得跟陈奕飞一样下场 蓄意谋杀 你 蓄意谋杀 看娘怎么不说了 你 你想干什么 庄太太 你要有事你先走吧 你竟然敢用枪指着我 我还敢用枪指着你 要不是那天 成太太拦着我 我太娘早就一枪崩了你 我告诉你 你别乱来啊 你知不知道 我跟村上上尉位是什么关系 那你知不知道 我跟吉祥中尉是什么关系 吉祥又跟大左是什么关系 是仙家 现在你知道谁的后台更大了吧 我什么事 你懂得不认为了我 我你别乱来 你别乱来 我都不认为你 你别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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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有事的 妈 你醒了 饿不饿 我帮你弄点粥 妈 妈 妈 奶奶 干什么呀 奶奶 别睡呀 奶奶 奶奶 奶奶还是不肯吃饭 奶奶 奶奶 你放心 我不是来让你吃东西的 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 我呀 我跟桂花香要结婚了 是啊 奶奶 您不会嫌弃我吧 奶奶开不开心 跟异乡启程骨粉 顶外和解 奶奶 我都要结婚了 你不开心吗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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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给异乡齐成骨粉 听外和解 人家 ВОG 管你 我有一权 他一定会不得吧 你怀疑你的 最后 我们要咨询 我要解放 你看 和你 又要解放 这时候 你分开 你别再折磨骂了 你要是再这样 我们连姐妹都做不成了 我可要不客气了 说完了吗 唐岚 唐岚 程老太太 咱别这样 针也不打 饭也不吃 身体器官可要受到损坏的呀 奶奶 你是不是要我们全部归在你面前磕头 你才肯吃饭呢 月亮 月亮 你们大家先出去一下 我有话要跟妈聊聊 唐岚 你别再刺激妈了 我有私话要跟妈单独聊聊可以吗 走啦 医生 我们先出去吧 微风 走 走吧 走 细语 走吧 我们先出去 走 妈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聊聊 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聊聊 来 慢点儿 妈 你还记得几个月前 全家上上下下都在说 我嫁入程家 是另有企图的 但是我心里真的特别委屈 可是我很感激您 在最关键的时候 您站出来支持我 您那天说的几句话 我永远都忘不了 您说 我的眼睛就是最好的证据 阿兰是我的好媳妇 你们大家都得无条件地支持她 因为她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我们成家 我当时听了 心里特别地感动 可是后来我又觉得 您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因为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您还是希望 我能听您的意见 您从来都没有 真正地信任过我 郑亦祥经常说您偏心 我觉得她说得没错 您确实是偏心 可是您偏心的 不是您的大儿子程亦菲 您偏心的是 您的小儿子程亦祥 您虽然嘴上经常骂的 可是您心里 一直在纵容她 恕我直言 她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难道您就没有责任吗 还有 你有一个从来都没有 见过面的孙子 您还不知道吧 程亦祥在外面 藏了个女人 到现在儿子都快二十岁了 他跟您一样地纵容他的儿子 我相信这小子迟早有一天 会变成一个怨天怨地怨人的废物 跟他爸一样 你没选过孩子 你不知道你当妈的 和儿女的骨肉情 是 是 我是没生过孩子 我是没您了解 可是我了解 您为什么想让我对程亦祥妥协 平外和解 您口口声音说 是怕丈夫的骨头摆在法庭上被人笑话 可我觉得 这只是一个小原因 最大的原因是 你心里很清楚 亦非是清白的 可是您害怕 您害怕您的小儿子 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不孝子 变成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您更害怕的就是 您的儿子 再也不会回到您的身边 您会永远地失去的 妈 您好好想想吧 亦非已经快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了 难道您还希望您自己 进阶地害死您的小儿子吗 程亦祥 他给了日本人那么多好处 如果有一天 永业银行落在他手里 你觉得那些贪得无厌的日本鬼子 会放过他吗 再说您作为一个母亲 您说句良心话 公正话 您真的认为您的小儿子 能够打理好这个银行吗 开银行不是开杂货铺 没有那么简单的 弄不好就会粉身碎骨 死无葬身之地 您难道真的希望看到白发人 送黑发人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知道我这么说非常不像 我说的句句话 都刺伤了您的心 可是我说的句句话 都是肺腑之言 我真心希望 在亦非死之前 您能还他一个清白 我也希望您不要让您的小儿子 走上不归之路 永远都回不了头 当然 我求你一件事情 您能不能答应我 只要我能够做到 您说 不管我在不在这个世界上 不管我们成天发生什么事 如果您有能力 请一定帮我保住小儿子的性命 可以吗 好 我答应你 谢谢你 那我们婆娘俩就说好了 一言为定 好 一言为定 我饿了 不想吃东西 我这就给你去拿 我这就给你去拿 来 喝粥 慢慢打了 好点的吗 来 再来一个 来 来 小伟 这么结招有什么事吗 我们抓来的那个法官 已经看忘了案子的所有文件 他说 你的父亲的确是被拼上堵死的 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是成一妃干的 所以这场官司我们未必会赢 不是他还会有谁呀 除了他还有谁能干出这种事来 我爸跟任何人都没有结过仇的 杨桂兹的法律讲证据 你跟我喊有什么用 要不然就麻烦 稍微您跟其长中尉还有大佐说一说 请他们帮帮忙 我相信那些法官他们也只是装装样子 到后来他们还不是都得听你们日本人的吗 我帮忙 陈下 我帮你是为了那三成股份 大佐和中尉凭什么帮你 那我再拿出一成股份给他们 没错 你是要再拿出一成股份 不过不是给他们 是给我 我费尽心思做了那么多事情 只拿三成 太少了 我要四成 你听着 在开庭之前 你最好再多给我找回一些证据来 别让官司输了 害得我什么都得不到 你弟明白 明白 谢谢叔叔 赵香港 谢谢你啊 你不是忙着打官司呢吗 怎么还有时间 往家里打电话呀 二嫂 你听清楚了 请你转告妈 念在大家都是一家人 母子一场 我再退一步 六成半 只要给我银行股份的 六成半 我马上停外和解 我跟你说 这件事最低限度 别再跟我讨价还价了 畜生 以后别再叫我妈 全当我没胜过 你这个不孝的东西 妈 别生气 妈 怎么了 让开让开 停一下 先生 你没事吧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你看你干的 您是程逸祥吧 我是柴叔啊 记没记起来 开药店的柴叔 小时候你们兄弟俩 经常在我门口玩 我还经常拿化煤给你们吃 记不记得 你好 是 好像有那么点印象 我还有事 我先告诉你 我这次从鸿口来 就是找你和程老太太的 要不我们一起走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好 关于你爸爸被读的事 山叔 这边行这边行 好好好 这个酒楼呢是我朋友开的 我们到里头坐着 慢慢聊 你还有钥匙呢 来来来 你们行你们行 好好好 好 山叔 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义翔 我对不起你父亲 怎么回事 来来 先起来 您先起来 来来来 你说 你说 义翔 真的不能干缺德事 要做报应的 三年前 我小儿子上山采药 被毒舌咬了一口 毒死了 半年前 我大儿子跟人结怨 结果被人下毒毒死了 这一定有报应 要不然 我这两个儿子 怎么都被毒死了呢 柴叔啊 你儿子被毒死 关于我们家什么事 我只想知道我爸的事情 你说 我爸是不是被我大哥 下毒害死的 当年 确实有人从我这儿 买走一包皮霜 你 给了我很多钱 而且要我发毒誓 永远不说出去 可那买药的 不是你大哥程一飞 是另有其人哪 好 好 好 方平 大姐 听说你要出去一段时间 我表弟病得挺严重的 我想赶紧去 或许还能见上最后一面 威风已经跟我说过了 可是现在兵荒马乱的 你一个人出去 我们都很担心 大姐 我跟表弟的感情非常的好 况且现在时机已经稳定多了 我快去快回 还是叫几个下人 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不用 我自己能行 我小心一点就好了 好 威风啊 照顾好巧姨 好 路上小心啊 这是哪儿啊 给我拿来 你把先生还给我 你干什么 是你 你把我锁在这儿干什么 威风别紧张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今天请您过来 就有点事情想请您帮帮忙 什么事 陈亦菲毒杀亲父已经是板上钉钉 可是法官呢 觉得证据还是不足 我知道 当年是陈亦菲叫你去药材铺买的皮霜 如果你今天肯出来作证的话 你是不是疯了 陈亦菲从来没有让我去买过皮霜 二嫂 你别紧张 冷静一点 我知道这件事情呢 你是不会轻易答应的 逼近吧 让你出庭作证就表示当年你是共犯对吧 不过你不用害怕 我已经帮你把所有的退路都给你想好了 到时候 你在法庭上面只要承认 的确是陈亦菲叫你去药材铺 拿了一包药 至于里面到底是不是皮霜 你什么也不知道 这样你就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 神经病 陈亦菲真的没有让我去买过什么药 你到底开不开门 再不开门 我可喊救命了 二嫂 我们俩合作那么多次 你也曾经跟我说过很多遍 陈亦菲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妻子看待 他做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干吗还护着他 行 等我拿回永夜银行之后 我分半成股份给你 行不 有 一想 我是恨那个男人 要不我们怎么可能合作那么多次呢 但是他真的没有让我去买过什么药 你到底开不开门哪 真的没有 我对天发誓 如果他让我买过药 我就不能好死横尸接头 这样你满意了吧 他真的没有让你去买药 把药匙给我吧 真的没有 那柴叔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胡说些什么 怎么又冒出个柴叔 以前在我老家附近开药铺的柴叔 我 没印象 没印象 刚才柴叔来找过我 他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当年是你找他买的屁霜 你当时说要用来杀手 结果当天晚上我爸就死了 事后 你给了柴叔很多首饰和钱 叫他不要跟别人提到此事 你现在敢在我面前再说一次 你不认识柴叔 你别无赖我 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 他都七十多岁了 他早就老糊涂了 放开我 你今天不管这事 你叫他清楚 休想离开这儿 独死你罢了是你大哥 又不是我 他想霸占遗产 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这对龙丰卓你怎么解释 你没想到 柴叔这么多年 都没把他卖掉的 你看清楚 上面除了一条龙一条凤子 还有个橙子 当年我爸打了两对 一对给了大嫂 另外一对给的就是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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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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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青春曝代言你 什么是寂静 为了我一个不一样的意义 不管狂风还是暴雨 理想依然存在你心底 默默地承受着憧憬 还没有放弃 依然存在心中的轨迹 眼前的障碍不管是否诅咒 还是个祝福让未来去感受 你让我真切地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是幸福出现的时候 看着你祝福在心头多少个春秋 陪着你不管天长和地久 相信你感动了天地一切的诅咒 就让祝福酿成的美酒 明天的一切也被今天左右 漫天的黑云月亮就在背后 你让我真切地相信坚持到最后 就让幸福出现的时候 月亮就在黑云的背后 你让我看见 你让你从小的背后 我让你让你给你感觉 远备你感觉 你让我感觉 你让你感觉 我感觉 你让我感觉 你让我感觉